五谷之强路是地方重要道路 车流量是相当大 路旁的人行带可是非常的狭窄 仅可供一个人来行走 地方希望能够把人行道上的花圃和植栽来移除 以增加人行道的宽度 维护行人的通行安全 五谷之强路是地方重要道路 车流量相当大 水队里长邱江勇指出 路旁的人行道相当窄 仅可供一人行走 若是行人相会时 还需要彼此都测身才可以通过 希望能够办理会堪改善 人要行走的时候 真的要相会的时候都要测身 最主要是这段车子非常多 我们人走在这边 要非常注意安全 目前有个计划改善说 能够在旁边一些植栽 暂时把它移除 然后再增加45公分 然后再有超过100公分 给人行走的时候 能够相会比较安全 邱江勇里长表示 目前人行道宽度只有75公分 如果人行道上的花圃植栽 都能够移除的话 可以多增加45公分的宽度 因此地方希望能够把人行道上的花圃移除 以增加人行道宽度 人行步道只有75公分 像有一些婴儿车 或一些行动不便 我们肾脏人员根本没办法行走 走上去的话 碰到行人的话 根本没办法相会 所以都非常危险 所以说我想 以人行走的安全 这个前提上 希望公所能来会堪 邱江勇表示 现今人行道 对许多婴儿推车 及行动不便的民众通行相当不便 还能早日办理会堪 将人行道拓宽 以维护行人通行安全 记者胡宇轩 五股采访报道